好说看就看 我们来看栽藤守红师范在1988年 他的那个严肩道场 那个指导他的 我觉得应该都是内地指导 指导他们做那个 Jodori Jodage的练习 就是在 那个他的那个 背后的那个 英文极袭口译 就是那个 Pat Hendricks 师范 那个Pat 师范 真的很有心 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 我觉得他好像一辈子 真的就是在研究核汽道 真的是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是花五六十年啊 一样五六十年怎么效果差那么多 所以呢 跟对老师是很重要的 这个中国人也说嘛 盛史哦 你一开始你就要谨慎 如果你的起点不对啊 那当然到后面的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影片 好 1988年9月 我觉得那一位那位女生好像是Bernice Tom 她的样子很容易分认出来 因为她的头发永远是那个样子 还有她的身体好像会有一点弯背的感觉 有点弯背的感觉 好 那个老栽藤请他的那些学生分成六七组 每一组要三个人嘛 那现场可能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人 而且她要求他们那个黑带子要跟白带子一起练 你不要全部都黑带子一起练 这样就只导不到那些学弟 叫他们换一下 他请黑带子要带白带子 我觉得那些白带子也不见得就是都没练过 可能他们就不绑彩色带 就是只打白带 急速他们就好像只打白带 那个拿杖跑过来的就是Ped先生 Ped赶快自己先做那个 做UKER 从右半身开始 这个要做JODORI 他刺过来 所以你看ZIDA手红 他的身体就是那个斜线的 他的动线是斜线 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做直线了 那个身体会被戳到很危险 所以那个斜线步伐很重要 他说这个是欧先生的做法 他说之前有两个人因为这样子的做法受伤 然后缝了三针 手严重受伤 所以你的身体一定要把半身 你的半身手要放到背后去 所以他都是老经验 所以他们都是针枪实弹 这样针搓 你针搓 那个步伐走错 你一定会被戳到 所以你的那个脚 对方针的攻击过来 你才会把你真实的那个防守给做出来 如果你两个人老是这样轻飘飘的 这边没办法做Kokunage 但是可以推哦 推下巴 这边不能做Kokunage 所以他说你必须要能够会区分这一些 分别这一些动作 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通通可以用 他刚刚说Peter就是没有站半身 他在强调说你要站半身 你没站半身 你的身体容易被戳到 你必须站Hami半身 左半身 这样没有 这样才有 你的上半身是要乘45度的 有没有半身就是从你的上半身 你去看你的上半身 有没有45度斜斜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不能这样子抓障哦 手要先拍戴他的 他要把他拉过来 他把他吸过来 这就是我 我昨天讲的 为什么 在人手红做的动作都有 粘住对方的感觉 因为他很快就把对方的力量吸引到他的中心线过去 其实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我们叫什么螳螂手 然后我们有老师还说这样子怎么会把自己的手卡住 不会啦 那个因为你马上你是用你的手臂 你是用你的肩膀进去 根本你的什么什么手会卡住自己的手 我乱讲一拨 哈哈哈哈 然后他拿那个 我看一下 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没有入身就在那推他推不动 他说不要以为书是本部道场写的就认为他是正确 他说很多技法的名称都改变了 然后他们用很多新名称 那个技法用了很多新名称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在批评本部道场 哈哈哈哈 他说这样子抓 破坏他的平衡 破事 我们都说破事 那没有问题 因为你有破事 你有把他的中心吸引到我们的中心过来 然后这样子另外一种做法呢 他说他是这样做的哦 他学他跟开祖学到是这样 那东京是这样做 道主常常这么做 他学的是这样子哦 在人手学的是能够把人给 中心给吸引过 东京就是本部啦 想要把人家抓起来就往上 根本不可能啊 我学的是他把手肘给顶到他的手臂下面去 所以把他整个人都顶起来 那你如果直接抓着他的杖 你就想把他手拉起来不可能 你看三人手肘散开脚步很大 这个其实可以单人练习 我自己一个人 我其实就常做这些走步 因为这些走位练习 所以人家说功夫是在脚上 这至理名言啊 你的功夫其实通通都是在你的脚跟宽垮 你的身体移位很重要 那其实很多人练到外都是两只手 你的注意力都是两只手在那边弄完弄去 其实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宽 宽跟你的脚步 所以老师如果愿意跟你讲脚步 让你看得很清楚他的脚步 他真是一个好老师 一般一般其实都不要跟你讲 你永远学不会 你就要一直附学背 哈哈哈哈 体数这样子做 说这样子做有好有坏 把他吸过来 然后踩他的脚 以前说会 踩脚是对矮的人可以的 但后来他们有些老外很高大怎么办 高个子来你要踩脚 好 踩不到啊 然后他那么高 你踩到了他也不会倒啊 他的脚有踩到哦 但是那个人的倒是配合 他就算倒了你自己会被拉倒 所以高的人你就不要去踩脚 你要从他的两只脚中心线过去 所以这个是有变化 不是说死板板 老师这样讲 没有哦 老师的方法很多种 不是只有一种那么踩脚 这个不要想说光踩脚就 就脑筋就想死板板 我就是只知道踩脚 还有很多方法 他说那个开脱 他后来就两脚从他两只脚中间都破去了 他会保持他的平衡 所以这个要先保持自己的平衡 才去破坏别人的平衡 这个Bernice Tom又来了 然后手要举 他后手举起来 因为怕被戳到 这都是经验台 然后把他架起来 东京这样做没架起来 老灾腾这样把人整个扶起来 架起来 你一定要让他扶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就很有和气柔素的味道 都是扶腰嘛 你不让他扶起来 你后面都坐不动 要让他扶起来 右半身进去 后手举起来 然后把他整个人扶腰 他扶起来以后才能够把他投出去 动作合起来就是这样 但是一开始这样你可能会有危险 然后没办法做正确 所以你分开分解动作 一 二 这样 你分解动 这样拿水平不对 要拿斜斜的 因为你的你的手肘要把他撑起来 要拿斜斜的 你的手太进去了就没有效 所以他是用大概他的那个 你如果肩膀进去的话 那个失去那个把他顶起来的效果 所以这个你的手进去的距离很重要 这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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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没有用 所以你的手在脏 脏上面的那个距离很重要 黑带的话就可以一次来 黑带的话就one motion 你的那个elbow 你要从他的那个 手肘 你要顶他的手肘 抓住 然后他叫初学者一二 但是你如果黑带了 你可以了 你就要把他连起来 控制别人的肩 的那个关节 其实这也是一种关节剂 他控制住对方的那个关节 让他扶起来 讲是讲 讲都会讲 做起来很不容易 所以说这样很危险 因为你后面的手可能被戳到 所以他把后面的手举起来 身体打开 身体要打开 避免受伤 所以那个 身体他为什么能打开 就是你的 你的宽部有转 转宽部 宽胯 脚部 不要看人家好像做这个动作 很轻松容易 就是要一直练习 因为我们看到有个东西 快速的戳过来 其实你会紧张啊 你的你的步子会乱掉 如果脏的力量大 如果对方在抵抗你的话 那你的脏要转 意思就是这样 你拖不动他你就要转账 那个账能够转 其实也是因为你转宽 你不是用手光去在那边晃 要不然你就进去 你先转账 破坏他的平衡 你跟对方 他把阿瓦睡到了 破坏他的平衡 他又把他的中心引过来了 再把他丢出去 看得很清楚 他把他引 引 再把他投出去 要慢慢的 因为这个有危险 因为那个场地感觉上也不是很大 我们道场好像都比还那个 那个 那里 比沿街那个道场还大 说真的 说真的 你要学一个东西 不是光看场地豪华大小 你有心 你有心 要把他真的练好很重要 我觉得那个整个学习气氛很重要 这样子 这样子把对方投出去 或者是这一边 刚刚是右边 现在是左边 一样 先过来 再过去 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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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就是这样子 就停住 不要一直整个人冲过去 他一直在那里 你让对方翻转 对方转 转身 他转身 把仗 有刺到他后面的那个意思去 往对手的背后 那个力量要穿透对手 你看他力量穿透对手到后面去 然后基本形呢 基本形让他对我转身让他滚 进来力量又吸引过来了 所以那个破释啊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道馆的前辈做得很好 有的那个前辈做的那个破释非常的道地 因为我说过一开始我就说过 我们道馆有以前就有人很认真的在练 在研究老灾腾的那老五卷 但是那些前辈其实已经几乎都不在场上了 那个年纪大了都会退下来没办法 全怕少壮 有的时候你就要功夫再高 你最后体力啊 还有你的身体啊 你的关节会退化 你会生病啊 你会不灵活啊 这年纪啊没办法 岁月不饶人 这个很危险所以你要慢慢的让对手能够做护身 不要说逞强耍帅把人家弄伤 一定要能够保护好对手 不要说这个动作那么快 会伤到对手 这个一受伤人家都要休息好久 甚至有人都不再不再来练习了 所以不要那个PET师范的那个护身 他的Ukemi非常好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老灾腾的动作很快 如果你的对手你明知道他Ukemi不够好 你不要这样子 你看PET的那个伸手很皎洁 很敏捷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子的哦 那你要看对手的护身的水准 这一种的话就是让他慢慢的滚 因为他们场上有很多白袋子 在那时候很强调这一点 不能让人家受伤 我知道台湾有很多人让人家受伤 或者是借着自己是老师 那个斥责别人 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这个东西你就是你不能急啊 不能情绪上来就怎么样 这个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 练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 你要学会控制你自己 其实你控制你自己 你会控制你自己 你才能够去控制别的事情 方方面面 这是另外一支 这个我们也有教过 这样不能做 这样不能拉不动 所以你要转杖 转杖 推转 那个也是腰跨力啊 那个都是你的腰跨 不是光手在那边推 你的腰跨力 这样推不动 拿不动 抓不动 怎么办 也是转杖 它有一个支点 你的手前后推 一手推一手拉 转 那是一个转 你进去了 你进去了 进去 进去以后 再来推转 有右边有左边 右边左边 现在讲左边 如果你站着 正正的 人家进不去了 他这边要讲 那个 帐头 刚刚 这边要讲帐头 所以你看帐头 跟那个 帐曲的抓法不一样 你看他现在抓杖 是两只手一起抓 抓过去 我是后来 我那个时候在写 我四段路 我才发现这个细节的地方 因为我们 我们道馆没有 没有专门交帐头 有人来夺你的 有人要抓你的帐 也是身体 这是四方 四方头 用帐做四方头 是后哪里 表记跟礼记都可以做 然后每个人做三次 然后交换 我进不去了 对方又把你卡住了 哦 他的突然又进去了 他就从旁边 有一个 有一个斜 横向劲 你不能跟他顶 那个力量 你不能跟他顶 你脚踏过去 然后把力量改变方向 所以那个力量 随时是在改变方向 如果你这样子握 就会比较容易做 他在说你脏要握的位置 你两只手在脏上面握的位置 要正确 脏压下 脏末端压下去 那你这样进不去啊 对方在抗啊 进不去进不去啊 这个角度 先把脏给压下去 脏压下去以后再转身 这个有稍微引诱他 引诱他 他才会转身 引诱他过来抓 或者是从 那个撩他的小腿 他想要抓 趁他冲过来借力使力 那个脏的使用 你看他的那个脏是 他的那个长短有稍微收缩一下 你看他的脏有拉长 拉开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才 你的脏有移动才能够利用他前端的力量 不是整个脏都死板板的 就是要去勾他的腿 保证你勾不起来 这样不能 这样不能做 这样 试看看这个 你脏突然收 让他整个人才会冲过来 然后再突然把脏伸到他的小腿后面去 让他才能够去把他摔倒 这个是Bernice Tom 对吗 这位先生提供的 这个是 Aikido Journal的一个影片 好 好啦就这样就讲完了 对啊 他里面也就是 我觉得 他倒也不是说针对谁 但是他是 把那个技法 我们就是要把他研究的透彻 不是说 我觉得 其实还有啦 他到后来就是 他也不许他的徒弟就是那个 自动做UKEMIA 你要个如果说人家力量根本 人家那个技法都还没做完 你就自己倒 保证也是会被他骂 或者是没有抓紧 所以后来那个 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本部的人不喜欢让学生去那个沿街 他们那个人家采访那个战争守红嘛 战争守红的访谈 他就他这个很直率的人啊 他就很坦白的他就很直率的说 那个因为有学生来那个沿街练习的话 他们都会教他要抓紧啊 要针打 结果你抓紧针打 然后你回到那个本部你这样子搞 那些那些老师都教不动啊 因为都做不动 做不动就漏气啊 所以那些老师都会告诉学生说 不准去不要去沿街 不准去沿街 不希望他们去沿街 所以呢这个 哎这个战争守红 其实他有来过台湾 我看那个网路的那个 也是有有前辈的那个 网站把他的资料整理起来 他发现他说 战争守红在民国68年 有有有来有他们有一团来台湾 那个演员表演 战争守红民国68年有来 也就是1979年 那个时候他的他的声望应该 因为他的他的辈分 其实在 河七道的话算是很高 因为他1946年7月就就入学 到1979年应该应该没有几个人 辈分比他高 但是问题是他来台湾 台湾做的都是那个 何七会的做法 那个对战争守红也是 置之不理 根本就 呵 因为这我就说了 这问题就是 战争守红你功夫再高 你没办法颁发段位啊 段位还是要何七会来发 他可以考试通过 然后但是他还是要上报给何七会 那那个那一张证书还是要何七会来发 所以呢 到底是为了证书在学 还是为了武术在学 这个我们 就看看个人自己 自己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啦 好啦就这样啦 咱们对我来看 对我来看